大家有沒有想像過 一支鏡頭可以貴到一間獨立屋的價錢 到底這支鏡頭是甚麼鏡頭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 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說一說 一支 Leica 的鏡頭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出品的 一直到1946年 大約出產了700G左右 這支鏡頭有甚麼特別呢? 這支就是那支我所說的鏡頭 這支鏡頭是重的的 這支鏡頭的焦段是73mm 1.9 光圈 當時連標準都未有 現在如果叫發的話 可能會組成75mm 但當年因為未有標準 所以就寫了73mm 是多少就按照計算了 而光圈方面 現在可能會叫做2.0 但當時也是按照計算了 計算到1.9 光圈就用回1.9 之前的前輩說回 這支鏡頭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 是在賣126馬克的 當時未有歐羅的 還是用回德國的貨幣 就是馬克的 大家可能不清楚那個價值 當年竟然這個價值可以在香港的港島區的半山 買到一個獨立屋的價格 這個真是非常驚人 當年的價格 隨著時間的推移 90年後 這個價格現在就親民了很多 大約都是一萬多元 兩萬元左右 一般的人都可以負擔到 這支鏡頭的特色是什麼呢? 當它全開光圈的時候 當時的設計是預料到來拍攝人像的 當而收光圈的時候 就會變得景象變得紮實 就是設計來拍攝風景或建築物 還有一點細節要補充 就是這支鏡頭前面的Filter Size 是39mm 因為老鏡頭基本上 Coding 是很弱 又或者是白玻璃的 這個情況之下 加一個ND鏡頭 影像會再紮實 與此同時 因為這支鏡頭是老鏡 沒有什麼Coding 或者是沒有Coding 對於光來講 是會容易有耀光的情況 所以就要加一個遮光罩 而它本身的遮光罩 可能會容易跌些 可能你落花一個 39mm Aftermarket 的遮光罩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一點 還有就是因為30年代 那時候還沒有M鏡頭的出現 那時候全部是L39螺絲頭的設計 所以當你用到現在的M鏡頭 雖然都可以用聯動對焦 但是就要加一個轉折環 變回M頭 不麻煩的 亦都不貴的 可以想想 大家記得留意 這支當年這麼貴重的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 大家都會很關心 到底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那現在就和大家馬上去看看 這支鏡頭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之前提及過這支鏡頭 其中一個設計的目標 就是拍攝人像 這裡我先說人像開始 好像這張照片 其實只有一支蠟燭的光線 拍出來的效果非常有氣氛 非常吸引 那接著就是戶外 這個其實是陰天的星期六 那你不要看到好像這麼光線 這麼漂亮 那些顏色髮色這麼不好 那其實當時已經是灰沉沉的 但是拍出來的效果 都比我預期中是好了很多 這個紅色和綠色的髮色 是非常吸引的 那不要認為一定是很SARP的鏡頭 拍出來的照片才是漂亮的 那一些古舊的鏡頭 拍出來的氣氛 吸引是更加重要的 那舊鏡呢 拍黑白呢 都是非常好的 自然和過度呢 是非常有層次的 那不單是室外 室內其實都一樣的 可能你說拍美女的漂亮 那其實拍男士呢 出來都是有一份的氣氛的 這次的影片呢 其實就在日本拍的 當時就去了一個住宅的小區 那天氣很熱了 晴朗的星期日早上 走了一陣就很熱了 那在附近呢 有一個賣飲品的小餐廳 買了一杯飲品 那坐一下 吹一下風 吐一下涼 那就非常舒服 那這支鏡呢 就很有趣的 那雖然是一支 三十年代的鏡頭 但是到現在呢 差不多九十年的過去了 但是拍出來的感覺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都是很新鮮 有時候不知道應該怎樣去形容這個感覺 這個感覺 一個小區呢 很平靜 很舒服的感覺 很柔和 很天靜 很平和的感覺 雖然呢 一個簡簡單單的單車 一個路面 但是呢 就是有一種特別的新鮮感 那陽光呢 灑照在葉上面 透過樹葉呢 就好像打坐燈一樣 那1.9光圈呢 那再加上一個中長超距呢 算是背景虛化 比較厲害的鏡頭了 所以看到呢 就後面它虛化呢 都比較明顯的 那令到主題呢 就更加突出了 開頭我都會覺得呢 路鏡頭呢 那個耀光呢 會是幾厲害的 那次呢 特地就下畫一支鏡頭 對著天空的太陽 沒有我預計中 那麼多耀光那麼厲害 那你見到呢 那你見到呢 樹葉上面的文理啊 細節啊 都是依然保留得到的 似乎藍色的天空 配上綠葉呢 就是一個 挺漂亮的配搭來的 再加上一個 自然的石頭 和一些樹影呢 又有一種活力的感覺 在那裡 那始終這個是一個 住宅區啦 都會有一些行人呢 是路過的 那走那個公園呢 那又不要覺得 路鏡頭呢 一定是那個 顏色呢 就會灰淡模式 對於鮮艷的顏色呢 反應一樣是這麼好的 接著就去了 代代木公園了 在公園有個噴水池啦 那些人好像很悠閒的 那樣呢 就坐在椅子裡 聊聊天啊 休息一下 那樣 那個環境呢 似乎和這個鏡頭 拍出來的效果呢 是非常匹配的 還有人在那裡玩一下音樂啊 附近都有觀眾 在那裡圍觀的 很多時候呢 我們拍紅色的花呢 相信都有一個問題 只是一堆的紅色 就見不到有很多的細節的 反而這支路鏡頭呢 我拍一堆的玫瑰花呢 其實它那個立體感啊 每一個花繁的細節呢 都可以反映得很好啊 那離開了代代木公園 那接著就去了搭車呢 去看附近的黃昏啦 在車上呢 都會看到情侶很溫馨的感覺 那很快呢 就到了彩虹橋了 相信呢 有看日劇的朋友呢 都很清楚這裡了 還記不記得 戀愛世紀裡面的木村托栽呢 那天色開始昏暗了 原來那裡 都是一個飛機航道的附近 在海邊呢 看到一對小情侶 立刻令我好像年輕了幾十年 那裡來看這個景色呢 似乎黑白真是老鏡頭 拿手的一面 在附近呢 有一個小花園 那在那裡拍一下花呢 其實都比我想像中漂亮的 那可能因為顏色夠豐富啦 那些銅像呢 都彷彿好像他們 真的在那裡聊天 順便拍到附近的白鴿 不知為何用這支鏡頭拍出來就好像放了慢鏡頭 特別覺得情緒沒有那麼繃緊 就算是拍攝繁忙的街道 加上一些點點滴滴 轉眼閣一個星期的假期 在等飛機時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支鏡頭的用途很普及 離不開人像、建築物、風景、特寫 各方面的發揮都非常不錯 你又對這支鏡頭有甚麼感覺呢? 歡迎你在下面的留言區留言 如果你覺得看我的影片可以獲得知識 和學到更多的東西 希望你給我讚好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下次再見,拜拜